大家好 我是老船长 他是猪脑袋 猪脑袋 你觉得你聪不聪明啊 什么聪明过人 看到没有 猪脑袋 他觉得他聪明过人 我们也不能够怪他啦 因为你要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人都觉得自己不笨 甚至很聪明 但事实上是这个样子吗 当然不是嘛 以小弟的浅见 我觉得金融市场 就是猪脑袋太多 骗子不够用 对不对 就拿各位看头顾节目来说好了 或者是怎么样 你开车的时候听广播 因为他们早就渗透到广播去了 对不对 比如说先讲广播好话 你听到的一定是 这支股票是我的 那一支也是我的 只要大涨的都是他的 然后叫你怎么样 赶快马上就要赚怎么样 30% 50%一倍赶快来 就是用这种方式嘛 因为我怎么知道 我平常开车 对不对 我听了就觉得很好笑 里面还有很多我都认识 鬼扯淡 对不对 那他们的会员 一定是怎么样 输得很惨 为了小弟们 我只要听这个老师 他怎么样在节目里面表演表现 我就晓得 所有的股票涨的都是你的 这一听就是假的金光党嘛 那这样的人 你觉得他的会员会不死吗 你有听过跟金光党混会有好下场 这有可能嘛 对耶老船长 所以开车的时候 无聊你听一听可以 千万不要上当 除非你听到那种怎么样 他讲得很踏实的 他不是随便乱讲 而且有延续性的 对不对 那你开车 你每天那个时间准时听 那才有延续性嘛 你偶尔开车听到 你永远都听到大赚两个字 就是说他们赚钱 比那个谁 比那个我们现在讲 那个苹果的那个智慧 那个执行长 库克 对还要厉害 因为库克再厉害 对不对 苹果事业再大 也不可能怎么样 一天赚10%嘛 是不是这样讲 对耶老船长 怎么我看头顾老师 通通都比那个 苹果的执行长 库克厉害 就跟你们说 这一切都是假的 不要去相信 你一定要相信 我跟你讲的 你就怎么样 不听不听不听 耳朵遮起来 那你就是猪脑袋嘛 对不对 很多人看我的节目 我站在他这一边 跟他讲怎么破解 叫你要小心这个 小心那个 不听耶 觉得老船长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结果怎么样 跟了以后挂掉 挂掉以后呢 可能去做个大楼管理员 现在不错 大楼管理员算是很好的工作 一般你现在要去 你看以前大楼管理员的年纪都很高 五六十岁的伯伯 现在你去看什么大楼管理员 人家现在都是保全公司的 请的都是怎么样 年轻人 所以我说现在你要找那个还不容易 那老船长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有在做股票嘛 有在看头顾节目 大概都有一定的年纪 这样了解意思吧 尤其是看电视的 看网路的很多是年轻族群 那很多老师他已经离开电视荧光幕 转战网路 因为网路好骗嘛 网路都是那些大学生 很多有没有 自视很高 我台大的 我青大的怎么样 照样把你骗的怎么样 一愣一愣的 管理什么大 对不对 那基本上来讲 我们做一个结论 就是全世界 老船长讲过 全世界 hold the world yes 最大的党是什么党 你们知不知道 老船长 美国最大 所以最大的党就是共和党 或者是民主党 错 全世界最大的党 你不要讲老船长我知道 共产党也不对 那老船长你讲 全世界最大的党什么党 听好 这个答案绝对是对的 叫做金光党 真的耶老船长 走到哪里都有金光党 那就对了吗 是不是 你都几岁的人了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要靠自己保护自己 不要打什么政府 叫你打165 什么诈骗专线 那个没有用了 靠自己 对不对 等你都被骗了 你还打专线 说有人骗你 来不及了 也对哦 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讲 你们最近因为 最近的行情很简单 要么你就追生计防疫 对不对 追了叼住 叼住就叼住了嘛 那个怎么样 有的偶尔它会再喷一下 没有叼的像这种 4743 你要敢追 合一 这个我们绝对没有 我先讲 这公司 我告诉你赚多少钱 来赚鸭蛋 一家公司赚鸭蛋 就说一个题材 叫做什么 糖尿病怎样 股价就可以拉到 326块半 现在都没有人讲话 耗顶拉到700多 基亚拉到480几 当初在炒题材的时候 讲的都跟真的一样 结果呢 结果呢 耗顶到现在有没有赚钱 我们看一下 几年过去的 你耗顶公司赚什么 来注意看 赚鸭蛋 去年美股狂亏7块多 股价炒到700多的耗顶 把多少投资人送上 归零高之路 基亚 公司赚多少钱 看赚鸭蛋 我告诉你 这种公司都有一些特色 就是赚鸭蛋 这负的 哇 又解盲啊 又认证 什么权利金 鬼扯蛋 几年下来 有没有解套 还是亏损公司 投资人有没有学到教训 当然没有啊 投资人学得到教训的话 那就不叫投资人了 对不对 不坑杀投资人 要坑杀谁啊 来合一 赚鸭蛋 看到没有 股价炒天高 我再讲一次 没有出事的时候 没有投顾分析师 会向老船长提醒你 他们甚至拿这种来招收会员来表演 那当初在表演浩鼎 跟这个基亚的分析师 现在还在活跃在怎么样 投顾业 我说啊 相信他们的会员也好 观众也罢 全部都挂了 他们还在啊 你听得懂吗 你自己要像老船长讲的一样啊 金光党这么多 你自己不用保护自己 也对啊老船长 所以我开宗明义我就讲 你要做那种什么超出基本面 已经不知道多元的股票 例如防疫跟生计 那你不要来找我 好不好 我不收 我也没有在做这个的 你说他没有超出 基本面的范围 那我会做 超出了你就不要找我 你不要幻想说 我会带你去买什么 什么防疫啊 生计概念股啊 我不会 我就明讲 我的做法跟别人不一样 人家是能够骗就骗 然后闪闪躲躲 然后怎么样 就你来 我不是 我绝对不这样做 我就直接告诉你 你走 去找那一些 当年也是把人家骗死的老师 那老船长你做什么 我做电子股 老船长 电子股现在难做得要死了 那怎么样 我还是要告诉你 我就是做电子股 而且小弟7月1号 今天7月3号嘛 你不要跟我讲7月1号是你忘光了 那我就没办法了 不然你到YouTube去看我7月1号的节目嘛 我说7月份叫做印刷电路的天下 就这个月你就要就是做印刷电路PCB就好了 当然我7月1号讲的时候 大家都说我是神经病嘛 因为股票没涨啊 你们看节目这么多年都习惯了嘛 涨停板 头顾老师拿出来讲 你们就以为是他的 就以为他的会员有赚到对不对 神经病 他的会员在家里面砸电视打小孩 小孩不能乱打 对不对 以泪洗面 你知不知道 哪有那么厉害的 每天什么股票标 就一定会怎么样 有人有 只是说我们国家的法律 对于这样子的骗子 太宽松了 所以这么多年来 就一直存在这样的骗子 节目上动不动就是 这个赚多少% 那个赚多少% 还做成字卡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节目 那都假的 而且主管机关就规定 不能够这样子做 不能够说写什么股票赚多少% 什么股票赚多少停板 不行 这是违法的 一个会违法的头顾老师 而且是这么多年都这样做的 你这种人品 你觉得他不会搞死你吗 所以有的时候 有人在骂头顾老师 在怪我 我心里想你活该啊 你长这么大的人了 你还不知道吗 对不对 好 那话题回来 我说7月份就是要做PCB 本来我们看好被动元件 我说过国具那个大利空 我们就怎么样 不看好它了 讲快一点 对不对 当机立断了 这没有什么 我们马上 我在7月1号就说 就是看好PCB 因为为什么 你要讲个理由跟原因 当然我讲的时候 没人听 因为7月1号我讲的时候 老船长你神经病 没有人长 对不对 大家都没有讲 你又来了 就你一个 好 那我讲 对不对 我说因为苹果它9月份会怎么样 准时的出新品 对不对 那这新品一定要用到PCB 然后呢 5G的基础建设 以及5G的手机都要用到PCB 还有正夯的电动车也要用到PCB 那你告诉我 哪一样不要用到PCB 你告诉骨海老船长 对不对 PCB这么多只股票 对不对 所以你才要锁定我的节目 听我讲 好不好 导播 骨海茫茫茫茫茫骨海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骨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德头顾老船长 是您骨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德头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德头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委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带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头顾 恰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因为什么都要用到PCB 所以它当然怎么样 它是有获利的 有营收的一个族群 而不是像有些电子股 它突然冒出来一下 很奇怪的电子股 头顾老师看它一涨了 就开始 哇盘中大老师 跟大财经台连线 就在讲这支股票 然后就把那个基本面 拿出来背 反正是电话连线的嘛 就开始念 哇投资人听得 如痴如狂 觉得好有学问 神经病啊 那个是研究员 刚大学毕业做的工作 你分析师是怎么样 告诉人家什么点买 什么点卖 懂不懂 做最后的决策 叫做分析师啊 很多老师在节目上 不然是在讲那个背那个基本面 还在讲什么电子学 电阻怎么来的 干什么啊 那你比基本面 你要讲这种 你会赢台积电的员工吗 台积电的员工 哪个不是博士啊 他比你懂吧 你讲得过他吗 人家是真的懂哦 但是你会问 欸博士过来 你做一下股票给我看 那个博士一定怎么样 输死吗 因为数页有专攻 我知道有很多的头顾老师 都拿那种基本面的东西 在那边念 在那边背 表示他很厉害 哇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 研究整个电子产业 神经病啊 那是研究员大学毕业 在做的事情 到我们这样的时候 已经要带会员真的要赚钱 什么点买 什么点卖 就讲完了嘛 那人家交会费也是怎么样 为了这一件事情而已嘛 不是在叫你怎么 把什么网路资料抓了给客户 我讲很多头顾老师要干这种事 为什么 股票每档都输死 那怎么办呢 怕会员对不对 要退费啊 要找他算账 就开始每天灌资料 然后那个 哇看了好有道理 那个资料都是人家记者写的 神经病 所以你们不要再迷糊了 你要找的老师很简单 第一个绝对不能骗人 第二个 对不对 股票带你买 你一定要可以买 什么意思 就说 他一个月带你买了180档 那你怎么买 接下来怎么买 这种你参加都是假的 一定要他发call去 老师现在叫我所有资金买 我现在就是刚好就空手 那这个老师就是真的 或者是怎么样 现在请你买这支股票 买一半资金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 另外一档股票买了一半资金 你是他的会员 你心里要很清楚 这个在资产配置上 他完全没有诈骗的 对不对 那老船长你讲那么多 你做得到吗 我如果没有做到 我下十九层地域不得好死 请观世音普达坐证 我这么多年来 我做分析师 我都是这样做的 我绝对不 还有人把会员分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分了几十组 每一组都叫一支 然后在电视上说 你看我们这一支股票 他的会员看节目 对啊 老师只有一支股票 可是老师讲这支涨的 他都没有 为什么 打电话去投顾问 你这样好 你再交点钱 我帮你转组好了 就这样干 其实这些都是触法 这涉及诈欺 你知道吗 你在跟人家签合约的时候 你投顾 你本身有没有跟客户讲说 我到时候会员要分成几十组 你是第几组 没有对不对 没有这样做就是违法 就是诈欺 只是你们这些人 都不懂法律而已 被人家耍了还在那边 我拥护我的老师神经病了 好不管了 不要救了 浪费我的时间 我现在注意听 你看我的节目 7月1号我宣布的时候 没人理我 对不对 我说就是PCB这个月 然后昨天叫7月2号 对不对 你们现在看这个测标 是我昨天的测标 听得懂吗 我在7月1号的时候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因为这个月开始的第一天 来大家跟我一起回顾一下 不相信人去看YouTube 7月1号 我没有这样讲 每一个观众赔5亿 8千万新来币 我说7月1号第一天 对不对 我说我们公司都是要我收费 没有那什么免费的 那我就跟老板商量说 最近大家不好做 对不对 让我做一下善事好了 他说那你要怎么做 我说7月1号 就只有1号 这只有一天 第一天 跟大家讲说 不用钱 打电话进来 登记大名跟电话号码 我们联络到你的 然后老船长亲自 带他们怎么样 做PCB的股票 不用钱 不用交会费 但是只有一天 结果7月1号 我们公司电话报线 真的一堆 观众打电话进来 老船长终于等到你不要钱了 你真的是 很call man 对不对 其实不是我是我们老板 那大家看我节目都知道 我本来以前都很大方的 好那不管了 那7月1号电话报线 不是一堆好朋友 打电话进来吗 他们相信老船长 不会诈骗 结果7月2号 我果然信守承诺 就请我所有的助理 通知这么多的投资朋友 说你们现在去买 PCB的某一档股票 好 就大家都怎么样 我们后来助理会问 有没有买 有没有买 那既然人家会打电话进来 都是相信骨骸老船长的吗 大家都买了 买了以后怎么样 7月2号 7月1号打电话进来 7月2号叫他们买 对不对 买完以后当然 奇怪这股票怎么没有动 当天 这个老船长真的最坏 把我们骗上了贼船 他是船长 他开着贼船 要把我们怎么样 送去卖掉 一定是这样子 我在想 一定是这样嘛 不然我7月2号 怎么觉得耳朵 怎么那么痒 而且很红啊 一定很多人在怎么样 对 在对我念三字经 对不对 你干嘛回响给我 神经病 好 那不管 因为我说过 我在做专业的事 我凭着我的良知 在做 我不是诈骗集团 那你们打电话进来 对不对 我在昨天请你们去买好的 PCB的一档股票 对不对 请问一下 今天有没有涨 你们有没有赚到钱 你们有没有交半毛汇费 摸着良心 讲了 你的老师 你交了这么多的汇费给他 他交了多少只股票 你已经输死了 结果有一个投雇老师 对不对 请你打电话进去 然后跟你说 一定会通知你买股票 真的有通知 第二天就通知 那买完之后 当天没有动 对不对 你心生怀疑 这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你要看一个分析师的人品 你要用时间的 我当然希望你们赚钱 对不对 好 就今天PCB表现的怎么样 让大家跌破眼镜 昨天的股票 我随便举个例子 昨天这一支跌两毛 我在节目上说什么 看我的测标 这昨天的测标 我说你把这个金项链 我要故意用谐音 它叫金项链 我故意说 你把金项链 对不对 纯金的 你当K金在卖 看这边 张飞打岳飞 什么意思 乱来 张飞跟岳飞是不同时代的 这怎么打 对不对 就是说你在乱来 老船长你昨天真的这样讲 你讲完之后 我们不会觉得有道理 反而觉得你有神经病 对不对 把金项链干掉 做肥料刚刚好而已 那不会涨的股票 对 真的不会涨 真的不会涨 现在你可以看到电子股 有这样表现的 叫做难能可贵 为什么老船长这么厉害 所有你们不用交会费的人 白白送钱给你们 下个礼拜还要涨 注意看 注意看 你来 这个最高点 是我所有会员 那时候只有一档股票 就叫金项链 所有会员 我请他们把所有资金 都只有压这一档金项链 卖在这个位置 我们卖完当天之后就摔死了 那这边呢 这边呢 我请你们打电话进来 对不对 我请我的会员做买进的动作 我说谎每一个会员赔五亿 八千万新台币 这支股票压不住了 因为它只有三十几块 星星 是不是PCB 标了没 标了没 告诉你这个月 你找不到电子股 有很多开高走低说营收瓦后 多瓦后 气 这些族群都不对 要做的就是PCB 老船长在喊的时候 没有人喊 因为为什么 没有涨 才是你们最佳的买点 你参加的老师 都叫你去追最高的股票 我讲的对不对 你摸着良心想 星星三十几块吗 不是 它是五十块钱以上的 五十三块多的股票 它的获利 它的获利 各位 只有0.26第一季 金像电 第一季的获利是 它的将近三倍 结果金像电的股价 才三十出头 你星星已经五十几了 两个价差 注意听 二十块 内行的人你就知道会拉谁 当然星星也会涨 但是后面你要看那个爆发力 还有那个怎么样 还续航力听得懂吧 你星星赚的太少 你的续航力到一个阶段 会比较怎么样 爬不动 但是为什么今天 星星长得比较凶呢 注意看 注意看 有PCB的 因为它过前高 我说过 它会喷出去 对不对 但是你金像电不一样 你前面有卖压 这边套牢的要先解决 尤其是这一根 今天遭遇到中长黑 还有这边买的 有的短腿竹的会在这边卖 所以有上影线没关系 下个礼拜你等着看 法人估计你要赚四块 本益比才八到九倍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讲 iPhone的拉货 就是现在 5GGT台的建设 一大堆全部都要用到PCB 你看电子股对不对 在现在你们不知道 该做哪个族群 我就跟你讲 7月份你就是做怎么样 就是做PCB 那你们这些好朋友 7月1号打电话进来 7月2号进场买的 没有交半毛会费的朋友 你今天赚到钱 我在这边先讲 你赶快把手续办好 我已经展示给你看 国人里面 头顾分析师 只有我敢这么做 别的老师不敢这么做的 对不对 都是事后来讲 那个都没有用 那你已经赚到钱的朋友 未来出 我就不带你出了 我先讲 让你赚到 那你要赶快把手续办好 对不对 这很公平 不然我的会员都交了会费 还有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以及网路看YouTube的朋友 你们如果要跟着老船长 操作电子股的 以及怎么样 PCB的 你今天在周末假日 麻烦你打电话进来 上一次我们金箱店 做得这么漂亮 这一次赚的一定会超越上一次 好不好 但是你要拿电话 你不拿电话 老船长真的没有办法帮你 你不要怕 你什么都不要怕 你就算钱剩下不多了 你就是拿电话就对了 好不好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在这个周末假日 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我们下周一再会 拜拜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赠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